大家好,欢迎观看千大吃货的烘焙教程 芋泥芝士来烙它 一层芋泥,一层芝士 风味非常的足,做法呢也不难 下面就跟着芊芊一起来做吧 还可以做这种漂亮的花形 电瘦的话也是高颜值哦 这种粉粉的芋头,用手一捏就捏碎了 基本上不需要使用料理机来打碎它 加入棉白糖和淡奶油 用厨师机的K浆来进行搅拌 棉白糖可以用糖粉进行代替 制作量比较少的话 直接用手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想要芋泥的颜色好看 可以用紫薯粉来进行调色 奶油奶酪要先在室温下进行一个软化 让它恢复常温 然后分次加入牛奶进行打发 最后打发好的状态是这种流动性的 加入糖粉搅拌均匀 芝士线的淡奶油部分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打发的 打发到九分发的状态 在芝士糊和淡奶油混合之前 我们要把芝士糊过筛一遍 确保芝士糊的部分没有任何结块,没有颗粒 用抄底搅拌的方式一定要确保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 模具的选择可以用戚风模具来进行代替 尺寸不要超过四寸哦,不然会太大了 这里主要教大家怎么把塔皮放入模具 塔皮的做法呢,参考芊芊的万用塔皮教程 在模具的底片上进行擀压,一定要擀均匀 擀好之后四周是不工整的,这个不用在意 这就是我们要的塔皮的造型 放入模具之后,用我们的大拇指圆着它的边 慢慢地给它压均匀 最后在底部戳上小孔,我们的塔壳就制作好了 都做好的塔壳要进行烤制 这里呢,我们要准备一张油纸和一些重石 没有重石的话,可以用大米或者是绿豆来进行代替 压在它的底部进行烘烤,主要是为了得到一个平整的底部 这样子会方便我们后期的装馅烤制 参考温度上下火190度,时间20分钟左右 烤制塔皮的边缘呈现这种金黄色,就可以出炉啦 钢厨炉非常的烫手啊,趁热取出来 放凉之后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可以一次多做一点,冷冻保存 下次呢,就不用再进行塔壳的制作 注入馅料,建议使用裱花袋来进行 最底下的热层,我们用芋泥来进行打底 再挤上我们做好的芝士线,这里看着是不平整的 等一下烤制之后,它自己会变平整哦 这里的参考温度上下火130度,时间20分钟左右 烤制完成之后,我们的芝士塔已经可以食用了 最后再教大家一个芝士塔的美观小技巧 淋上少许的蛋黄液 用摇晃的方式,让蛋黄液布满芝士的整个表面 复烤5分钟左右,它会非常的漂亮哦 我是千千,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